大家好 在这期视频当中 您将学到2021年免费数字化生活教程 免费windows7中文版 美国远程主机三分钟配置教程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 数字化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 请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我刚知道你的频道 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如果觉得好 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 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时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 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免费windows7中文版 美国远程主机配置的视频章节 还是分为四个部分 材料准备流程概述 注册过程演示 以及上期流程回顾及问题解答 免费windows7中文版远程主机配置的材料准备 首先网络任何网络都可以 第二个 github 你要关联账户 github要关联 gitpod和ngrock 两个系统账户 第三个 gitpod 这就是要跟github的账户关联登录的 第四个ngrock 这个是用来穿透任何没有公网IP的系统的 我们这里用ngrock的链接来作为远程桌面主机名加端口使用 第五个是耐心 玩赚任何资源 特别是免费资源 是必须要有耐心的 这里有请提示一下 网络的任何免费资源 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使用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 和收费资源一样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所以就想完全满意 请购买收费资源 好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对于本频道所有视频 根据时效 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制定评论 来及时更新内容 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制定评论 免费Win7中文版美国原生主机配置的操作流程 分为五个流程 首先要登录你的github带用 第二个登录你的gitpod 然后关联github账号 这就可以登录进去了 第三个登录ngrock 也是使用你的前面带用的github账号 关联ngrock并登录 之后就是创建gitpod的 workspace 登录gitpod后 新建一个workspace 最后就是部署 Windows7 使用视频下方描述栏中的脚本 进行快速部署 然后使用ngrock的密钥 填入认证一下 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远程的桌面内接 这也就是windows的rdp 之后windows系统和macos系统都可以进行rdp操作了 这次你就可以对远程的windows7主机进行很多自己喜欢的实验了 好欢迎大家来到老罗桌面 我们先要打开你的github 然后进入ngrock的网站 关联 关联github账号 就得到了ngrock的密钥 再进入gitpod.io这个网站 关联你之前打开的github账号 点newworkspace 我们先选第一个 其实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 稍后片刻 老罗用了快进啊 好 这里就出现一个terminal 下面一个下滑线 好 旁边的橘色open点一下 这里写了啊 请按ctrl c to stop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东西先stop掉 好 出现这个非root的旋线 不要紧运行老罗的脚本 粘贴一下 左上角出现一个允许浏览器 粘贴 好 到这里再回车一次 开始安装 这个长短有所不同 最长的两分多钟 基本上老罗都是在一分钟左右完成 这次也是要两分多钟了 有时候晚上会稍微快一点 好 马上要准备你的ng rock的密钥复 复制好 要粘贴到这个命令里面去 好 看一下啊 点击一下复制 在左边 好 点击粘贴回车 这里mac public 4040的端口 好这里出来了远程登录地址 复制一下 然后找到 你如果是windows 就是rdp mac os 也有 装过微软的这个remote desktop 我这里用 苹果的 所以用苹果的也是 粘贴进去 然后在用户名里面填 Administrator 就是管理员 英文单词 密码就是安靠罗 全部小写 在这里看一下啊 好 添加进去 好 双击 这个地方有时候会连接不上 因为这个服务器在美国 这个ng rock的服务器 有时候在美国 连接比较不通畅 不要放弃啊 这不是不行 是有时候连接不好 再试一次 还是不行 没事 第三次 好 点connect 连上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屏屏幕的分辨率有点大 调小 还是在这里边 调成 1280x800 好 再点一下 connect 远程桌面就可以连上了 好 里边其实已经安装好的一些应用程序吧 我的excel都有 这个是一个优化过的windows7 好 好 我们现在跑老三样吧 谷歌云啊 显示是谷歌 再看一下它的伪装 这个其实耐心好的话 凑合用用还是不错的 有美国的IP地址 注册很多东西也是蛮方便的 之前那个 GitHub Action 不能用的话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替代 网速并不是很快啊 这个在2 20兆 左右 但是平时 做一些需要美国IP地址的注册一些东西还是 比较好用的 好 我们用好之后 大家注意啊 这个只有50个小时啊 每一个账户 每个GitHub账户只有50个小时 我们用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Workspace给它删掉 这样下次再用的话 又能接着用 每个月50个小时 一个GitHub账号 我们现在就给它清理掉 用过了嘛 留着也没用 浪费自己的时间 当然了你GitHub账户比较多 那你就放着吧 10个就500个小时一个月也够了 好 上期留将回顾及问题解答 我们上期说的是微软 windows10系统SSH 连接Linux云 它的第一步就要去 node.js官网下载并安装软件 然后 在windows10的命令行中 安装wsTunnel 并用wsTunnel 连接已经安装好的 Railway云上的火车头项目 第三个用windows10的powershare 来SSH登陆Railway云 第四个 在拥有root权限的Railway云中 安装VNC及Linux桌面 这里对上期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有些朋友问Railway云经常断开链接怎么办 Railway云就是这样的 你你就多连接几次吧 免费的是无可无法避免的 这种情况 再次有些朋友问 为啥我的wsTunnel连接会爆错 这个和你自己本地到Railway之间的网络 和端口是否通畅有关 你去检查一下 网络不通就用代理 端口不通 那就放行端口 最后就是很多朋友问Railway云可以用多久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了 厂商只要不封你 你不要做有一些大流量或者被厂商封闭的行为 那你就账户就一直就存在着就可以用